請問在座的董事長 認為這樣的擔保力這麼高 認為當時他財務非常好了 請舉手 聽到關鍵問題 站在備詢台上 一字排開的 公股銀行董事長 沒人敢舉手 不過換到金管會主委 顧力雄石 火氣卻很大 你部長幹到今天還不知道嗎 要不要求償 給全民大算為一個答案 另外找一個時間 我跟你公開對台 沒有問題 但是希望委員不要在臉書上說 我們講的都是屁話 這一點我們要維護 金管會的這一個 你有關係嗎 巡達出現小火花 全都是因為慶富案 目前海洋巡防署 已經宣布解除與慶富的 造建合約 而被海軍評為 有解約風險的烈雷建案 銀行團是否展延 慶富的預付款保證期限 28日是關鍵期 現在待放的這個 因為大概是247萬多嘛 金管會應該只能尊重 銀行團的意見 我們沒有辦法下任何製造器 沒有要尊重銀行的商業判斷 一旦解約 公股銀行損失光是烈雷劍賺案 就將近128億 再加上18.36億元的自貸案 沁揚海科館以及其他事業等等 預估總損失高達了148.97億元 等於約有七成的放款資金拿不回來 把人家提供給你們的東西 放成自己的什麼 真信報告 全部照抄 我們過去都是都參照主辦行的一個內容 我們來撰寫 那麼後來我們發現到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可能不是那麼 參照主辦行的一容來進行撰寫 對 那就是我講的 說你超沒有錯吧 不過公股銀行處理慶富案 卻似乎漏洞百出 財政部將在29日時 召集公股行庫 舉行慶富案檢討會議 未來如何發展 進入關鍵深水區 環宇新聞科黃明陳怡蓉 台北報導